她是大话西游中桃花过畜 寸草不生的春三十娘 她是大时代中坚毅善良的龙龙 她是万家传说里分姿绰约的柳姿 她前半生风华绝代 有亮绝舞台山的美意 后半生隐退市井 长辨冷暖人生 2018年10月31日 55岁的她在浴所内悄然理事 一生毁育尽归尘土 31部电视剧 13部电影 是她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礼物 蓝结英 一个八九十年代香港家与户晓的名字 亮绝舞台山的背后 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传奇人生 蓝结英 1963年 出生于香港旺角 一户普通的人家 父亲经营着一间大排档 家境虽不算富贵 但也颇为殷实 蓝结英 喜家中妖女 父母对妻很是疼爱 蓝结英入行后曾回忆说 小时候家里长辈经常会因为她生得漂亮 而哄她开心 偶尔做暑假工时 父亲心疼她做工弄粗了手 不再让她上班 入行之后 父母见她工作太辛苦 便劝她 太辛苦就不要做这一行了 那时刚入行的蓝结英 心愁微薄 父母便会每个月给她 贴补两千元的生活费 中学毕业后 蓝结英并没有选择升学深造 而是直接步入社会 她学过裁缝 做过钟表 也学习过打字 及其他商业技能 而后一次机缘巧合 她陪朋友报名参加了香港无线电视台开办的训练班 自此开启了自己的迎刑之旅 蓝结英在训练班内成绩优异 曾华倩 刘嘉玲 吴君如等 都是其同期训练班的同学 培训班毕业以后 蓝结英被分到了K100中担任外景主持 青春亮丽的她 给观众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并有幸采访了当时的巨星邓李军小姐 而后又在当时最火的儿童节目 430穿梭机中 与周星驰 曾华倩等人一起担任主持 第二年 蓝结英被调到影视组 出演了扭迹双星 超越爱情线宝剧 与梁朝伟搭档主演的加油交妻 使其一炮而红 收获大量粉丝 并开始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号 亮绝舞台山 吴县见她日益走红 想和她签五年长约 商讨过后 蓝结英并没有接受 没有签约的原因 在于吴县长约条件苛刻 对艺人十分不公平 曾华倩曾回忆到 外出登台唱几天歌 收入比无限一年的薪水都要多 邓翠文也曾说过 我当年很红 但我很凶 现筹只够维系生活 于是 与刘德华 苗乔伟等人一样 年轻的蓝结英 想为自己争取更合理的待遇 同时也不想被长约束身 就拒绝了吴县的签约要求 但不续长约的结果 只有一个 血藏 当年 吴县制作总监 刘天赐 曾公开对外表示 吴县可以捧红一个艺人 也可以让他悄无声息的消失 大香港被一决 刘天赐公开承认 是由于蓝结英不肯签长约 定指明 吴县没有理由捧红一个 不续长约的演员 为他人作假衣裳 吴县统签部经理 李佩玄被问及此事时 与刘天赐口径一致 1985年1月17日 联合晚报报道指出 蓝结英亲口澄清 大香港被一决的原因 在于续约不成 赵镇强也表示 对不续约的艺人 公司没有理由再捧他们 然而 那时的蓝结英声名正响 吴县当然不愿意放弃它 而吴县作为极好的发展平台 也同样吸引着蓝结英 经过长期拉锯 双方各退一步 线约期有五年改为两名 协议签订后 吴县开始再度启入蓝结英 并安排他主演古装剧《六指情魔》 随后的年纪大剧《以千屠龙记》 也选定由他出演赵敏一角 对赵敏一角 蓝结英十分看重 做足了功课 准备在此剧中一战身手 然而 此时 命运却和他开了个不小的玩笑 相恋三年的男友 邓启阳 不知何故突然自杀 这让蓝结英经历了 人生中第一次巨大打击 他不愿相信这个事实 守在男友身边 足足七日 利米未尽 一心只想怎么做 才能帮到男友 或不担心 正当他好不容易打起精神 打算寄情于工作时 却发现《以千屠龙记》 临阵一角 赵敏一角 改有李美贤饰演 蓝结英心急如焚 四处奔走 无限高层解释称 幻觉是因为和他参演的另一部剧作 《英雄故事》壮荡 但是顶替他的李美贤 也参演了《英雄故事》的拍摄 《以千屠龙记》的导演 王天林也表示 蓝结英的档期并非不能调动 壮荡一说 不攻自破 那么赵敏一角 到底因何被异 各种原因已无法详查 而重读当年 针对此事的一篇报道 获克愧得些许断倪 该报道认为 蓝结英难有自杀 公众形象受损 无限担心年度大剧 《以千屠龙记》受影响 因此选择了抛弃他 很快 两年合约期满 蓝结英毫无留恋地离开了无限 离开无限这段时间 他想过结婚 但由于他是演员出身 对方一直有所介怀 最终他主动提出分手 分手后的蓝结英 好像一夜间长大了一般 他不再像过去那样 迷恋于爱情 决心开始努力发展自己的事业 1988年7月 离开无限一年之后 蓝结英应邀重返无限 从此一心互相工作 最高峰时 一年有九部作品出阶 其饰演的九个角色 各个熠熠生辉 气质无一能同 成功实现了从花瓶到演技派的华丽转身 那几年是蓝结英事业的黄金时期 就连一向苛刻的媒体 也对他不吝在乎之辞 为了进一步发展自己的演艺事业 和无限的两年合约期满后 蓝结英先约金牌经纪人陈自强 力求进军大一幕 因此跟无限改签不投约 然而当时陈自强旗下大排云集 单女演员就有王祖贤 张曼玉 林青霞 张明等 对于不耗争的蓝结英来说 在电影圈发展 并没有像在电视圈那样顺利 此时 台剧发展如日中天 陈自强与台湾方面一直有合作 于是推荐蓝结英赴台发展 参演的两部剧播出后反响不错 台湾制作方纷纷向他抛出橄榄枝 然而 无限担心蓝结英在台拍剧 会影响到无限录像带在台销售 于是阻止他继续在台湾拍剧 之后 蓝结英便返回香港 1992年 蓝结英被安排参演无限25周年台青剧 大事大 他在剧中饰演坚针不渝的罗慧玲 赚足了观众的眼泪 也向世人展示了他精湛的眼泪 该剧已经播出红遍香港 被港人誉为神剧 蓝结英也因此拿下了当年最受欢迎的十大艺人奖 作为演员 蓝结英十分清楚自己的水平不止于此 他说 说我演技好 我不否认 可是我还没有一部真正的代表作 他甚至表示 只要拍出一部代表作 就心甘情愿嫁人 但是 接下来的几年 由于种种原因 他始终无法遇到令自己满意的角色 直到1995年 在周星驰和刘振伟的邀请下 蓝结英参与到大话西游的拍摄中 饰演蜘蛛精春三十娘 这在后来成为了他最为观众 所津津乐道的清典角色 可惜 在当时 西游系列作品 在香港的口碑和票房都不胜理想 蓝结英的梦想 再一次遭遇了现实的无情打击 之后 蓝结英渐渐淡出了影视圈 开始潜心向佛 修读佛法 在佛学随顺自然的影响下 他渐渐找到了内心的宁静 这段时间 算得上是他人生中 最舒适宁静的一段时光 然而 1995年 1997年 蓝结英的父母相继去世 打破了这份宁静 他毁于自己 未尽孝道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 1998年9月 蓝结英驾车在香港潜水湾 发生车祸 颈部受伤 被送至医院救治 昏迷几个小时 1998年底 好友见他心情抑郁 邀他到新加坡探班散心 他欣然前往 不料却由此延伸出一段 给他后半生造成极大痛苦和困扰的迷案 2013年底 媒体突然爆出一段 蓝结英自述被性侵的往事 引发舆论热议 2018年初 该事件再次被曝光 随即登上了新浪微博热搜 直接导致涉事某男星的微博 被愤怒的网友集体贡献 如今 家人已逝 真相如何 已无从得知 伴随着蓝结英的逝去 这段众说纷纭的性侵迷案 或将成为永远无法厘清的罗生们 然而 可知的是 自从新加坡知情以后 关于他的新闻 几乎都是围绕着禁院 出院 治疗 破产 落魄之类的资源 刚刚陷入困境的那几年 在忍受身体和心理的双重病痛情况下 蓝结英仍然挣扎着 试图重新振作起来 2004年 他拍完人生最后一部作品 从此 再也没有新的作品 出现在影情之上 离开了影视圈的他 开始尝试各种方式谋生 他想过开专栏写作 想过开婴儿用心店 也到酒吧住唱过 他想尽办法努力生活 但是他走到哪儿 狗仔就跟到哪儿 让他不得安逸 又进入了娱乐圈以来 我一直都很努力 希望和自己建立一个好一点的形象 在观众面前也有一个好一点的交代 但是 偏偏传媒呢 有某一些记者呢 就好像不为如来那样去追一些 关于我们不好那一面负面的新闻 甚至乎有时是歪曲 丑化我们的形象 但其实会不会怕了 我跟记者听解 怕到不得了 只能找个相机对着我 我觉得 有些是拿着个相机对着你 是有攻击性 是想要挑拨 很重挑拨的意思 是想你有些什么异常的举动 他们是真的有这种意思 与此同时 他的身体每况愈下 最后不得不申请政府棕园 成为香港史上 第一个申请棕园的明星 之后 蓝结英先后搬进烧鸡湾 和赤柱两地的公屋 过上了低调的隐居生活 每月所得棕园 扣掉房租等费用后 所剩无几 会面临吃了上顿 没下顿的困境 所幸后来有影迷和邻居朋友的帮助 日子虽然清新 但也安然 年轻时 他乐于助人 哪怕在自己经济状况不良之际 也会拿出一百万捐助山区的孩子 后期 因为各种原因 他不得已而接受别人的帮助 也从不失去原则 他爱吃豪齿冬菇 每次豪友真姐为他烧这道菜 他都会自己带上冬菇 有次真姐开玩笑 问他为什么不带豪齿 他笑着说 豪齿贵嘛 他不会占别人的便宜 和影迷坐公交 他也会争着买票 和友人聚餐 只要手头松些 他会说 今天我请你吧 他每日到广场闲坐 有时会和孩子吸完 有时会把朋友送他的小螃蟹 包了壳 喂广场上的小雀鸟 年轻时 他拒绝拍摄三级片 拒绝和友父知夫恋爱 曾表示 对方如果是有女友的 我也不会接受 虽被雪藏 星途转岸 也从不耍心思 走后门 无戏可拍时 他便开始钻研 着力提升自己的演技 他会对着镜子 自己练习 会为了角色 去精神病院关门 还一度错过医院关门 也会因为一个镜头不满意 而请求导演重拍 学生妹那段我以为很容易中 谁知看出来过不了自己的关 他伟嘉辉监制 让我再重拍过一场戏 幸好我重拍过一场戏 就知道杀了 看完背包 再拍过 OK了 那就去得很顺 对待工作 兢兢业业 唯不愿违背心愿 去获得机会 后期 他虽然经济困顿 但仍坚持争我 不忘初心 有位律师曾表示 只要兰杰英 愿意做他的女朋友 就愿意一直资助他 被他断然拒绝 世事无常 长期的疾病困扰 加上药物侵害 让他的身体状况 日渐恶化 慢慢的 他的脚肿了起来 只能拖着脚走路 举步维艰 到后来 他竟然连拧开一瓶水的力气 都没有了 终于有一天 他不慎在厕所滑倒 从此再也没有站起来 就如同深夜里的一片落叶 寂寥无声 就这样 他悄然而去 永远地与这个世界作别 但是直到现在 依然会有影迷 慕名前往香港 去看他曾经待过的地方 去走他走过的路 去吃他最爱的美食 凉马楼内 人生依旧 赤柱广场 人来人往 赤柱路线海 行径依然 只是广场踩脚 再不见 那熟悉的声音 最好正常 原来真心 爱未能